哈喽 臺灣的朋友晚安 跟你們分享一下 今天太太跟公司的兩位小女生在聊天 她們就說 這些女生一般都會愛買東西 然後她們買東西當然會開心 然後我太太就跟她們說 女生就是我了 就不喜歡買東西 其實我都沒有什麼不喜歡 我不是不喜歡買東西 我沒有那個感覺 我對買一些東西的感覺 買東西不會讓我高興 不會讓我開心 反而就有時候會做成我的困擾 比如買一些東西回來 你要怎麼清理 打理它 讓我最開心 比如說買這些我就會比較開心 但是都不會買很多 我最開心就很容易我唱歌跳舞就最開心 然後更現在我在訓練自己更簡單的方法 就是用冥想的方法直接在腦袋裡面製造開心的快樂的情緒 原來更容易 原來更容易 我現在在學 然後因為其實這個很簡單的理論 就是其實我們這個外在的世界是怎麼樣 其實都是外在 我們每個人其實都生活在自己的腦袋裡面 這些外面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們真的不知道 只是我們腦袋告訴我們是真的 對嗎 有機會我們其實我們都在Matrix裡面 還是我們只是一個腦袋 什麼都沒有 就是在一個培養師裡面 就是一個腦袋 什麼都沒有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以試一下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是比較用節理的人 我從前快樂開心的方法就是唱唱歌 現在可以跳舞更開心 然後就彈結他我就很開心 然後現在最近的開始真的直接在節理想一想 原來真的可以了 好有趣 會不會最後躺平什麼都不做 對 就是什麼metaverse 躺平什麼都不做 直接開心 對 也不要了 我想大概就是跟你們分享 這個世界我們都會要體驗一下 但是我就不會太過放太多心去外在世界 反而我用更多的時間探索我內在的世界 當然因為我覺得這個很有幫助 對我在外在的世界可以取一個平衡 有趣 跟你們分享到這裡 差不多要睡覺了 拜拜